大家听到这个经典的音乐 应该能猜到我今天要讲什么电影 没错就是大白杀 这部由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惊悚巨兽电影 那是相当经典 一度把美国人吓得不敢去海滩游泳 一有人提游泳当场就叫酷子 一度造成成人诊教库功不应求 你说这个皮尔烈不厉害 好了废话不多说 咱们开始说电影 有一个叫艾米弟弟小岛 是著名的度假小镇 每当暑假来临 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这里啪啪游泳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靠上丝袜就得露大腿 艾米弟岛上的居民都指着旅游业吃饭 吃的是满嘴流油 然而一件不想的事却笼罩了小镇 在中夏节天席 一群小青年在沙滩上聚会 一对男女去海里游泳 男的喝多了 最早在沙滩上没入海 女的没喝多 在海里一顿扑腾 遇到了鲨鱼没出来 警长永强正式登场 他接到电话 有人报案说女朋友失踪了 他们在沙滩上找了一圈 在一个沙堆里 发现了四分之一的尸体 比较狼狈 永强预感到事情不对劲 赶紧去镇里买告示牌 想要关闭沙滩 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但是被镇长给发现了 大家需要赚这笔钱呢 验尸馆也跳出来解释 那个女是游泳没有明白 钻到船的螺旋墙里了 跟鲨鱼没关系 大家联盟带虎的 把永强给劝回来了 永强自己也有所顾虑 小镇毕竟靠旅游业赚钱 如果他一意孤行 把沙滩关闭 那肯定惹怒了镇上的居民 如果不关闭的话 游客又有生命危险 他现在就是手足无措 在沙滩上休息都精神恍惚 总是害怕钻出一只鲨鱼 把游客吃掉 那大白沙能怪你这毛病吗 不把我当回事能行吗 误脑一下从海里抓了出来 随口叼走一个小孩 血液迅速蔓延 把游客们都吓坏了 各位母亲都抱着孩子 往岸上跑 唯独一人找了半天 没找到儿子 啊 那个重彩的人就是我吧 随即这位母亲 重军悬赏杀人凶手 谁能替我报仇 给你三千刀 朋友们啊 八九年的三千刀 那可不是小数目啊 一大批怪物猎人 开始驾船出海 寻找食人鲨鱼 很快就逮到了一只小虎鲨 就这小玩意 还没牛叔胳膊粗呢 这帮人就相信是他吃的人 又是合影留念 又是新闻采访 呜喳喳的欢快起来了 另外永强请地 场外支援到了 他是海洋研究院的研究员 玉田 非常懂鲨鱼 来到这里协助捕� 他看到这只虎鲨的第一反应是 哎 不对劲啊 这小玩意 还没牛叔的胳膊粗呢 怎么可能是食人鲨 用尺子一量 就发现不是这只鲨鱼 跟市长说的时候 市长的大脸往下一打了 我新闻都发布了 啥玩意是不是的 就这么地吧 把他们给搪塞过去了 晚上他们俩来到虎鲨尸体这儿 把尸体抛开 果然没有发现小孩的尸体 他们俩趁着夜色出海 想要找一找食人鲨 在海上发现一艘被击毁的渔船 在渔船里发现了渔服的尸体 玉田推测出了这只鲨鱼的品种 那只鲨鲨鲨鲨 能把这么大的渔船都击毁 那肯定是巨鲨中的巨鲨大白鲨 也就是传说中的海王类 有可能就是他把红发的胳膊给咬断了 第二天他们俩把大白鲨的事告诉了市长 市长还是没大回事 我不管他是大白鲨还是大蜡皮 你让我关闭沙滩就是不行 这钱咱们不能不赚呢 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大白鲨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叫马塔旺 有客在游泳的时候 钻出了一只大鲨鱼 啪啪一顿咬 死了不少人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 这说明一个事实 人都是有一个劣根性的 沙滩还在正常开放 一大群人在海里游泳 大白鲨又一次出现 咬死了一个人 永强的儿子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被吓傻了 这回永强不干了 市长啊你再不关闭沙滩 我就跟你积眼了 你不但得关闭沙滩 还得花钱故人剿灭这只大白鲨 市长到这时候也懵逼了 前前后后死了四个人 他同意了永强的方案 于是他们就雇用了传授用地 鲨鱼猎手常柜 常柜的家里挂满了各种大鱼的骨头 看得出来确实是有两下子 咱们废话不多说 永强玉田常柜三人驾船出海捕鲨 大白鲨这种生物是有区域意识的 我圈出一个海域 这里的生物都是我的食物 他虽然霸道 但是有生物的本能 出海的第一天 三人组就找到了他 在他身上钉了一只符筒 你们可能没出海捕过大鱼 一只符筒钉到身上 一般两三米长的大鱼就废了 游不动了 但是这只大白鲨背后背着浮筒 一点影响都没有 背着筒肉肉就跑了 晚上三人坐在一起瞎扯蛋 常柜给他们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他当年是海军 在执行一个绝密任务的时候 军舰被日军的鱼雷给怼了 他们一千一百多人都钓到了大海里 遭到了鲨鱼群的攻击 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围成大圈吓唬鱼 经过三天三夜的惨烈厮杀 一千多人最后只存活下来三百一十七人 非常巧合 这个印第安娜波利斯号的惨剧也是真实事件 他们这个绝密任务 正式运送落在广岛上的原子弹 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看吧 咱们接着说电影 闹着闹着大家就欢快起来了 大家正唱着歌呢 大白鲨杀了个回马枪 把捕鱼船给撞漏水了 长柜沉着冷静 让小伙伴们又把另一个福桶定到了大白鲨身上 两个福桶的大白鲨依旧有的自有自在 到最后一共定了三只福桶 还是随心所欲 把长柜给吓坏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家伙 这只大白鲨目测是8.5米 现在大白鲨也被他们给惹毛了 追着船开始咬 这小破船可经不住他的野蛮冲撞 长柜用出他的技术开着渔船全速逃跑 想要把大白鲨勾引到潜水区 但中途发动机烧坏了 想给大白鲨打毒药结果毒药被一下撞到了海里 防沙龙也被撞碎了 还好他比较机灵自己躲到了礁石后面大白鲨铺上捕鱼船 长柜脚一滑被吞到了肚子里 永强一看现在谁也指不上了 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他把氧气瓶丢到了大白鲨嘴里 然后瞄准氧气瓶一枪打爆 随着一阵剧烈爆炸大白鲨粉身碎骨 永强一看从水里钻出来的玉田 原来你还活着 两人相识一笑 现在长柜死了 咱们还是否红尘做伴了 那当然伴了走起来 大白鲨这部电影为什么被称为经典 就是因为戏剧冲突处理的非常好 A计划长柜想要勾引鲨鱼去泉水区 结果勾引失败 B计划研究员玉田想要给大白鲨注射毒药 计划失败 这就是戏剧的不同表现手法 预设一个计划 如果毫无悬念的完成计划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没有任何惊喜 看着好不了啊 必须得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大家看着才过瘾 就像我们做人一样 一个人往这一站 一堆一块都表现得明明白白 他是死肥宅 一身肥肉 学习不好 运动能力不行 整天就知道打游戏 这辈子基本上废了 这个感官顺理成章 这种一眼就能看到底下人 别人一点期待都没有 咱们换另一种情景 你总是在班里考倒数第一 突然有一天吃了一口大辣皮 考了一个倒数第二 全班的人都惊呆了 这就叫反转 你是全班最穷的人 一袋辣条都买不起 突然有一天吃着大辣皮 走进班机 全班的人都惊呆了 这就是反转 我们的人生不能一成不变 如果被人一眼就看透了下半生 是不是太失败了 人生需要反转 从东北大辣皮开始 对安排便宜 生活流流音乐 大辣皮 颜色 一直提订